除了用眼睛欣赏 也可以用手来触摸画作的美 第十七届文粹奖 全国身心障碍者文艺奖得奖的作品 首次在画面文创园区展出 由文化部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开办 专属于全国身心障碍者的文粹奖 至今已经迈入了第十九届 而这一次特别将图画书类转译为触觉图 搭配点字说明和语音导览 提供更多元的内容 由文化部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开办 专属于全国身心障碍者的文艺奖项文会奖 日前在画面文创园区第24支四栋 展出第十七届文会奖得奖作品 第十七届是以最美丽的风景为主题 这次展出特别将图画书类转译为触觉图 再搭配点字说明与口述影像语音导览 让视障者也能够看画 现场还有QR Code扫描 提供更多元的观展体验 从上午10点至晚上8点 展出至7月1日 这些都是身心障碍者的 算是得奖者 所以也是蛮特别的 原来那个线条 透过线条就可以感受到那种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物体的形状了 所以我突然就觉得说原来 原来我就像我眼睛是闭着 我也可以感受到原来那个画图者承受的那种 那个样貌跟形态跟感觉 为配合防疫新生活运动 也特别将第十八届得奖图画类作品 设计成防疫文创小物给每日前20名入场民众 而第十九届文会奖 也正以一句话的力量为主题 增见中 参赛分为文学类 图画书类及心情故事类 增见时间至今年8月10日 欢迎对艺文创作有兴趣的身心障碍者踊跃参加 更多相关资讯 请下第十九届文会奖增见小组 0225431636或官网查询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